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 存储管理的虚拟内存 在正式学习之前 我们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游戏可能有十几个G 物理内存只有四个G 这个游戏是怎么运行起来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要学习这节课的内容 这一节课虚拟内存 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将会分成三个部分去学习的 第一个部分是虚拟内存概述 第二个部分是程序的局部性原理 第三个部分是虚拟内存的正方算法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虚拟内存的概述 为什么需要使用虚拟内存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有些进程 它所实际需要的内存很大 远超于物理内存的容量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所问的这个问题 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个就是由于这个操作系统的 多大程序设计 使得每一个进程可用的物理内存 更加稀缺 因为有多大程序设计的存在 使得操作系统里面 同时有多个进程在内存里面 因此每一个进程 它可以使用的物理内存更加稀缺 同时我们不可能无限的增加 这个接送机的物理内存 物理内存总有不够的时候 那么这些原因 就促使我们需要使用虚拟内存 这个虚拟内存 它的技术 是这个操作系统内存管理的关键技术 并且它使得这个多大程序运行 以及大程序的运行成为现实 这个虚拟内存它是怎样工作的呢 它会把这个进程所使用的内存进行划分 然后把部分暂时不需要的内存放到腐存里面去 使用腐存暂时的保存这个程序可能会使用的内存 举一个例子 假设这一个呢 是这个进程的逻辑空间 红色的部分 我们假设是这个程序需要使用的内存 它会把内存加载到这个物理内存里面去 这下灰色的呢 可能是暂时不需要使用的 这个暂时不需要的空间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磁盘里面进行存储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节省这个物理内存 把更多的物理内存让给其他的进程使用 并且呢 在这里面 如果说这个进程的逻辑空间很大的话 这些很大的暂时不需要的空间呢 我们都可以放到这个磁盘里面暂时的保管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程序的局部性原理 对于这个原理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学习这个计算机组成原理的时候 就简单的介绍了 那么这个原理呢 指的是CPU在访问这个存储器的时候 无论是存取指令 还是存取数据 所访问的存储单元 都趋向于聚集在一个较小的连续区域当中 那么这一个就是 局部性原理 这个原理也是使得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虚拟内存技术 可以实现的一个原因 因为有这个局部性原理 所以计算机在加载程序的时候呢 它不需要把所有的逻辑空间都装用内存里面 而是装载部分就可以了 把这个程序一些使用到的内存 先装载进来就可以了 如果说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发现它所需要使用的内存不在物理内存里面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它又发出这个缺业中断 然后发起这个页面置换 把这个保存在辅存里面的页面置换到这个物理内存里面 实现这个页面的置换 置换之后呢 程序又可以继续运行下去了 这个机制呢 如果说我们从用户的角度去看的话 就好像这个程序拥有无限大的空间 这个呢 就是虚拟内存 这个虚拟内存实际上就是对物理内存的一个扩充 使得它的速度接近于内存 成本呢 接近于俯存 这一个呢 也是因为有这个局部性原理而存在的 了解了这个程序的局部性原理 我们接下来了解这节课第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三个部分 是这个虚拟内存的置换算法 那么这里面有哪些算法呢 有这个先进吸收算法 FIFO算法 以及这个最不经常使用算法 LFU算法 还有这个最近最常使用算法 LRU算法 那么这些内容是不是很熟悉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 学习这个计算机组线原理的时候 在内存和这个高速缓存的页面置换的时候 就使用了相关的算法 并且我们在第四章这个实践章节 我们还实现了相关的算法 这些算法呢 其实在这个俯存和组存的页面置换的时候 也是会使用到的 因此呢 在课程后面的重点 我们将不会是重复 这些算法的细节 而是重点把它放在这个高速缓存和组存的替换 对比这个俯存和组存的替换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高速缓存的替换时机 在高速缓存的替换时候呢 主要是发生在这个CPU 它需要获取这个缓存的时候 发现缓存里面没有对应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这个高速缓存的替换 这个时候就需要从这个组存里面去载入相关的数据 类似的这个组存页面的替换时机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组存缺页的时候 组存缺页的时候呢 就会从这个俯存里面去加载相关的数据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这个组存页面的替换 在这里我们就回顾了高速缓存的页面替换时机 以及学习了这个组存页面的替换时机 那么接下来我们对比的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共同点就是替换策略会发生在这个高速缓存 组存的层次以及这个组存缓存的层次 其次高速缓存组存的层次呢 它的替换策略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CPU速度的问题的 而这个组存缓存的层次 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容量的问题 这一个呢也是这个存储器层次结构分层的一个理由 在这里面不管是这个俯存组存 还是这个高速缓存组存呢 他们替换策略相关的算法都是一样的 都有这个FIFO算法 LFU算法 以及LRU算法 那么这些算法呢 我们在前面都已经实践过了 同学们如果有遗忘的话 可以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 这些呢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三个部分 分别是这个虚拟内存概述 以及这个程序的局部性原理 还有这个虚拟内存的置换算法 好的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这个虚拟内存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主要内容